对 我们上到设国台之前 我梦到一个就是 梦到一个就是 本来是像同修 那个像在法后那样的 然后呢 这个同修呢 他带着一个小姑娘就跳楼了 然后第二天我设国台的时候 我很惊讶 我看到那个设国台的这个人 他的那个就是 外甥女吧 他的头型就跟那个 跟我梦里边那个跳楼的那个同修的头型一样 他远来不是这样的头型 他突然捡了这样的头型 现在知道了吗 鬼魂上升了 鬼魂上升了 这个师父还有呢 他那个佛台就是给他 就等于给他小姨设的佛台吧 然后那个小姨家的先生 就是他姨父是跳 不小心就是从楼上坠下来的 然后后来当天我还听说就是梦到这个同修嘛 就是个大型一样的 他那个父亲也是这样子 就从楼上坠上来的 知道吗 报仇 报他们一家之仇 每一个人都叫他们跳下来 过去有的 有一个人呢 家里一家子全是淹死的 因为他们 他们家里过去家族把一 把人家都害的都是淹死的 圆圆相报 没话讲啊 他们应该死 怎么样 再加强清闻和小房子 拼命的念啊 拼命的念 拼命的念 什么办法了 他这个就是说过来这个人 他上次吃你们的念 他也念 他也很坚健 但是他还是肯定有一些那个什么 他弄到他先生就是去世的先生来了 他还跟他朋友说 学一学劝他们的钱怎么样 他现在也没窗光就走了 他当时什么还在树上 那师父给他解下这个梦嘛 让他以后更精进 好好努力啦 我告诉你 圆圆相报何事了 梦见过世的人全部都要念经 我告诉你 还好有个小房子 每个小房子 你怎么办啊 你怎么超度啊 你自己有什么本事可以超度亲人哪 有的人还把自己亲人超度到天上去 你做得到嘛 这个还不好好感恩观世音菩萨啦 对不对啊 对 反靠佛陀佛加持 收捏 薄